水星为什么叫水星 水星之所以叫水星是因为它的转速很快 很少有行星的转速可以与之相比较 而古人认为 他们所理解的金木石火土中水很灵变 可以很快地流向别的地方 所以叫做水星 在古代 我国把水星称作是晨星 因为水星属于行星运动轨道 人们很难看到它 只有在早上五六点的时候 才能有幸看到 其他时间都被太阳的光芒遮挡 水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 最小且最靠近太阳的行星 它的体积和质量都只有地球的 二十分之一左右 表面昼夜温差极大 白天温度可达四百三十二度 夜间可降至零下一百七十二度 水星外貌枯似月球 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环形山 平原 裂谷 盆地等地形 到目前为止 人类在水星上也没有发现氧气 也没有发现生命 对于人类在水星上也没有发现 也没有发现 并ост可以出来